大盤趨勢就是持續的震盪走高 但是你會發現 有很常見的一種盤勢叫做 一開盤就漲完了 一開盤就跌完了 你做多做空都不是 那在這樣的盤 你要做好什麼樣的心態 你要怎麼樣去操作 你才會賺到錢 我們期貨已經四連勝了 到底怎麼做 今天的節目千萬不要錯過喔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之 期貨創業家 好 那我們今天期貨一樣 我們節目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說 你現在的台子期要怎麼操作 既然你做台子期 台子期是看什麼 大盤啊 所以我們這個段落 是主要以分析大盤為主 那分析大盤的話 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大盤啊 現在應該是落在相對低點了 過年啊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 萬事如意 為什麼萬事如意 萬事如意代表我認為萬事是有手的 那第一個原因呢 我相信如果有看到我股票正片的節目的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啊 政府現在發現金 我告訴大家 過去不管是發消費券 發三倍券 發五倍券 台股上漲的機率 是100% 你不要管漲多少 上漲的機率是100% 那現在呢 既不發現金也不發消費券 對不起 既不發消費券也不發真心券 發的是現金 那你不認為 上漲的機率更是100%嗎 再來 如果你這樣的理由還沒有辦法說服你 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的部分 外資啊 前一陣子一直在賣一直在賣 你會很擔心說大盤會不會就這樣跌下去 我告訴大家 你投資股票就要想的跟別人不一樣 不是說外資賣 你就要跟著賣 外資賣 你就跟著買 這樣子有賺過錢嗎 沒有吧 沒有吧 你會發現 這一陣子外資一直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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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股有暴跌風跌千點嗎 沒有嘛 不就是在14000點附近震盪而已啊 14000點附近震盪他也跌不下去 不然他怎麼賣 怎麼賣都跌不下去 這時候你就要有一個警覺性 他賣不下去了 既然他賣不下去後續向上漲的機率 不就比較高嗎 而且重點是什麼 我們一直跟大家分析 我說啊 重點不是外資在這邊買或賣 重點是外資有沒有交底抹油有沒有落跑 如果外資他沒有落跑 你不用太擔心 你看一下外資的落跑證據在哪裡 美元兌換新台幣 有些人會跟你講說要看美元指數 其實我認為看美元兌換新台幣才是最直接的 我知道因為美元兌換新台幣的就是升值或貶值 跟我們一般看股票的方向是相反的 你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我認為看久就有辦法接受了 為什麼我不建議看美元指數呢 因為其實美元指數啊 他是一種成分 就是說美元兌歐元日元還有人民幣 就是還有英鎊吧 英鎊也在裡面 就這幾個主要的貨幣去對檔的 也就是說美元兌歐元 美元兌日幣是升值的 美元指數就會向上 跟台幣有沒有關係啊 沒有耶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所以你要看 看台幣新台幣的匯率 你為什麼要看匯率 因為你要知道外資有沒有跑嘛 那你當然要看最直接的啊 你要看的就是美元兌新台幣的一個匯率的部分 如果匯率是持續的維持強勢 那代表外資有沒有跑 外資沒有跑啊 外資如果跑的話 他會一直賣台幣一直賣台幣一直賣台幣 你用供需原則去思考嘛 對不對 一直賣一直賣新台幣就會 貶值 一直買一直賣一直買一直買 台幣 他是不是就會升值 那目前來看 美元兌換新台幣 是一直要往下 往下他叫做升值 而且如果你用技術線型去看的話 他好像沒有辦法突破前一波的壓力線 沒有辦法突破前一波壓力線 他是不是持續向下的機率 反而是比較高 那向下叫做什麼 剛剛講過了喔 叫做升值 新台幣持續的升值代表說 有很多的外資持續的匯進來台灣 他在等的就是一個機會 他在等的就是一個低檔的進場機會啦 那你不趁這個機會 做多 你要什麼時候做多 好 所以整個盤勢來講 跟大家分享 現在外資是還在台灣 沒有測 甚至是持續的匯進來 發現金上漲的機率是100% 再加上國安基金還在場內 金管會限空力也還沒有結束 散戶一直占賣方 你如果你有去看的話 融資融卷的餘額都下滑 融資融卷的餘額同步下滑 那代表什麼意思 做多跟做空都不想做了 做多跟做空都不想做了 不完了 散戶不完了 散戶一直在撤 一直在撤一直在撤 但你還發現你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台股它還是維持在14000點之上 不管怎麼賣 它都在維持在14000點之上 而且今天還出現了一個跳空向上突破 正式的站穩14250點 你會發現很多老師會跟你講這個線型講很久 我不喜歡 因為講線型講很久沒有意義 你要投資股票你看的不是只有技術面 技術面只是其一 好來跳空向上就是確定說站穩了14000點 14000點你再看一下KT指標是不是落底了 KT指標落底向上出現黃金交叉 也許它不會直接向上噴出去大漲 但是呢只要黃金交叉 在短期之內在這三五天之內 都有機會持續的挑戰新高 那只是不知道漲多少而已 那如果漲不多 我認為是漲不多持續震盪 要到年後才會大噴 好所以年前我反而覺得是一個佈局的機會 那在這樣的時刻呢 我們要期貨操作 當然就盡量偏多操作 那如果你不做期貨的 你看我們的節目你照樣有收穫 你可以去做什麼 來0050啦 0050送給你啦 昨天就送給你了 前天就送給你了 你愛做去做啊 對不對 這張股票很好啊 完全不用擔心啊 對不對 它就是只是跟著指數漲而漲 指數跌而跌 可以很放心的進場去買 你覺得0050老師波動太小 台積電佔比太高 來00878推薦給你 00878 ETF你看 它也是跟著指數完全連動啊 有沒有指數跌它就跌 指數跌它就漲 對不對 指數跌 漲有沒有 是不是漲起來了 是不是漲起來了 我認為啊 其實以0050跟這檔00878 比較起來 我還更喜歡00878 因為0050現在來講它的 就是台積電佔比太高了 台積電佔比太高 有時候會有點失增 好所以呢你如果要投資 你就可以投資這兩檔股票 就是如果你不想做期貨 好那當然我們期貨創業家 重點還是在期貨啊 那個ETF是損耍的啦 因為我們解了大盤 解了大方向 好所以呢今天的期貨要怎麼操作 來 今天的一分可以講這樣 那我一再說過 實戰跟看圖說故事的老師有什麼不一樣 實戰的老師呢我是跟你講什麼時候可以進場 怎麼進場 講看圖講故事的老師呢會跟你講說這邊做多這邊做空 疊下來這邊做空之後這邊出場 你看到鬼喔有可能喔 實戰是怎麼做的來你直接看到這邊 你看到這邊的時候呢你覺得是不是跌下去了 跌下去之後突破 是不是要追 追上去之後呢你這邊要不要出場 你這邊不出場 好他就跌下去給你看 那跌下去怎麼辦 跌下去怎麼辦 這就是實戰 實戰跟看圖講故事的老師最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就是實戰派了來 你看一下我說過今天要做多 所以我今天就在等一個機會去做多 所以跌到這邊 我就繼續等他 看他能跌到哪裡去 我就一直跌 跌到這邊 跌到這邊我就引起我注意了 有沒有震盪 震盪不跌 震盪不跌 所以我大概在這邊呢我就進場去做多了 大概今天大概是在這附近 這附近進場做多 結果你看我這邊進場做多 就是大概在14280 我這邊是75 但是你要保證我們的會員能進場買到的話 我就是選在80進場 那結果我們進場之後呢 跌下來怎麼辦 怎麼辦 我會告訴你盤中我都輸錢 盤中我都輸錢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思考 跌下來沒有關係 因為有人能百分之百選對邊嗎 沒有 那選錯邊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怎麼處理 那既然我怎麼看大盤的大方向都是偏多 那當然 跌下來 我就再找機會再加碼一檔 然後進場去買進 反彈賺錢獲利了結 這就是我心中的規劃 那當然呢 如果今天說是在比較高點 KT指標在比較高 那我這時候我就去思考了 我就思考不一樣 跌下來跌那麼深 如果跌很深的話反彈 我是不是要反手去做空 反手把我的多單停損之後 做空跌下去 賺回來 那一樣是贏嘛 你就要想辦法去解決啊 這叫做實戰跟講故事最大的不同 但是我今天沒有用到第二筆 我認為你看這邊跌下去跌的也不多 跌下去之後跌不多馬上拉回來 我反而覺得是什麼 假跌破 因為如果你要去畫線的話 那這一條線畫出來 這一條線畫出來有沒有 這一條線畫出來 跌下來之後馬上漲起來 那這一條線 不就是被假跌破嗎 假跌破甚至是另外一個進場機會 但是呢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們一筆斑另外一筆單叫做U筆單 U筆單要在最緊急 最重要的時刻點再去用 所以我們先一筆資金進場就好了 果然它又後續往下跌了 怎麼辦老是怎麼辦 一直跌一直跌跌跌跌跌不停跌跌跌 所以我們今天都一直抱著一直抱著一直抱著 抱著這附近 就是在尾盤最後盤後呢 我們還是獲利了結 那其實也不能怪我們 因為今天一開盤就漲完了 那今天一開盤就漲完了 你會發現這種這種線型 你一定要記住 這種線型常常出現 就是當昨天晚上的美股 有大漲大跌的時候 台股很容易就是開盤 就把昨天所有的狀況全部反應完了 然後後續就是持續的震盪 那它的漲相大概是像這樣 開盤大漲然後就大跌 大漲大跌後續今天就是一個盤整盤的格局 那既然是盤整盤 就不會有太大的趨勢 這時候你要做好的心態就是 第一個 你沒有辦法賺太多 第二個你不要亂停損 你亂停損 你反而會白白損失很多資金 你要停損要停利 最後都是賠錢 那既然是這種大漲大跌的盤後續就是震盪 那跌那麼一點點 撐一下吧 撐一下是不是就賺回來了 撐一下是不是就賺回來了 我們撐一下真的就賺回來了 好那相反的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大跌大漲也是一樣 後續就是盤整的機率比較高 這種現行你有在做當沖的 你就要注意一下 好來最後講一下 今天我們是不是有做 你可以去對一下 對時對價一下 10點36分 14280進場 今天 來 下午4點27分 14290出場只有賺10點 賺10點照樣是賺 對不對 賺10點照樣是賺 而且呢 我跟大家跟我們會員講的點位 是絕對可以買得到 絕對可以賣得出 不會跟你講買不到賣不掉的點位 很多老師我在看啊 分享他的那個當沖點位 你會發現根本就買不到賣不到 買賣不到 你是發給鬼喔 你是發給空氣喔 所以呢你看我們是真的 你可以去對 對時間 對價格 賣出 點位 賺多少 其實我們那時候叫出的時候 我記得是14293吧 14292其實 真的要賺的話其實 1213點 但是我不會去計較那個 好不好 所以你看 對時對價 我們確實今天 又是賺一筆 雖然說不多 就我跟大家講的 盤整局 你是要賺多少 那一不小心 你看 我們又四連勝了喔 我們現在又已經四連勝了喔 這是 就是昨天嘛 昨天我們直接做兩筆 昨天做兩筆 昨天做兩筆 你看昨天 14200進場 14230出場 昨天賺30點 來 昨天第二次是在盤後 因為昨天行情太好了 一路向上漲 所以盤後再做一次 來 因為昨天系統有點問題 所以只能給大家看到這個 原資原位的系統 3點11分的時候 14210買進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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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點19分的時候 1425出場 賺45點 所以昨天一天 30點 加45點 75點 再加上了今天的10點 加起來85點 又快100點了 再加上上一勝 其實我們在 農曆 不是農曆年 1月1號就是12月31號 那時候有再做一筆 那一筆也是賺錢 所以加起來大概就100點了 幾天就賺100點了 所以行情要賺多少 是要看當天的行情 好 那我們只能提供大家 最適合的操作方式 而且你看 你看我們求的就是連勝 連勝 我過去來講 最高最高是19連勝 現在呢 已經4連勝了 你還不跟我們一起 在農曆年前 一起進場去做操作嗎 尤其是你不想要在農曆年前 就是留股票 留倉的投資朋友們 真的更要跟我們一起 來進場做操作 就當沖隔日沖 如果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 當沖隔日沖的同朋友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有任何期貨股票的問題 也都可以透過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投資握力放遠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